努力春节前最后一天的上班日 由台东县长饶庆林 议长吴秀华 以及市长陈明峰 三个人19号早上前往鲤鱼山 中央市场逐一发送红包 给早起运动的乡亲 以及采买年货的民众跟摊商们 并向所有乡亲拜早年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安快乐的新年 春节脚步越来越近 市场及街上都充斥着采买年货的民众 县长、议长及市长 在春节前最后一个上班日早上 到鲤鱼山及中央市场等地方 发送红包 向乡亲来拜年 明天要派拜的 你好 来来去哪儿 来来来去年拜的 大家太爪子退了 不要叫你今天人去叫 昨天比赛人去 我也要去年拜的 550 来 请大家 快乐 加油 新年快乐 好 大aaaa 你看 举ét 我们向大家拜里 对啊 我们向大家拜面 就 pedestal 是愿で 非礼石 爪斷吉 謝謝快樂 好久不見 謝謝快樂 謝謝快樂 好 來 各位鄉親,各位陶芸 我們很快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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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拿到紅包的 記得趕快出來拿到紅包 議長吳秀華也特別向所有鄉親拜早年 在大家與親人團聚的時刻 也別忘了給在工作崗位上付出 無法回家過年的家人送上關懷 並祝福大家都有一個平安快樂的好年 記者潘俊瑋台東市報導